第一法 应该双坐 夹复坐 或者是半夹复坐 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就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坚比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革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坐树就是坐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泣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吃性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泣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这个圣泣泣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价值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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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日如流水水水雨雨 欧 佛 佛佛佛伊 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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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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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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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把实修法讲的是怪无常的 这个实修当中应该是最后一个实修引导 主要讲 丽丽希求而观无常 这个观法也是皈依和发心以后要想到 不管是我们到哪里去的话 就像是自己要观想我会不会死在这里 比如说你放假的时候你可能离开学院回去 回去的时候你就在路上想哦 我可能不会回来的 我会死在这个狠地心里面也是这样想 到一个地方你上戒梯也好进入屋子也好 或者你赶路的时候你想我可能会死在这里 这是始终都想到这里你住旅店也好住一个人的家里 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应该会死吧 或者平时我们吃饭散步 睡觉还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世间当中我最后的一次 最后我一次吃饭 最后一次做 最后一次我跟别人交流 应该始终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心 以前的高僧大德都是这样的 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的 明年肯定不会有的 每个人都是那天我遇到一个上师 他说 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 我说 你在十年前也说明年不会存在 这是修无常的一个标志 明年你肯定存在 我开玩笑 也是一个缘起 我说 你肯定明年存在 你十年前也跟我说明年不存在 明年不存在 真的我们要修无常的时候明年肯定不存在 明天肯定不存在 应该这样想 这样很强烈的无常心要经常观 这样观的话确实对修法还是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无常心 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 我在十年以后干什么 我在二十年以后准备做什么 这样一说的时候很多修行是不会成功的 你想 这样的话那我十年以后可以修行了 二十年以后我可以修行了 所以中间我搞世间法一直有这样的恶念 所以我们要观想一切行为是我最后的一个 应该以这样的一个道理上观无常 跟我有关系的见 同一步 如果我来讲一遍 多谢 无常心之理 或许和美国 那边心得永远猜的 在中间有这一步处的 是一个必须对个人在无常心 在一遍 最遍的 原来怎么能够 不管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对文静的 并然不得 正式能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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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